大家好! 歡迎回到ROL! 頻道! 好呀,大家! 歡迎回來Rock頻道! 今天聊一下一個 拖了很久沒有聊的話題 就是我的配飾 之前有很多人一直不停地重複地問我的 橡銷、我的戒指、我的刁墜是什麼 是什麼是不是這個是不是那個 然后这次你们不用瞎猜了 我就一次过全部介绍给你们 首先说一下就是 那期视频没有任何的商务合作 我没有收任何钱 一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 或者是品牌送我的 然后或者所有的一些介绍 都是基于我自己佩戴过一段时间 然后基于我自己的风格 我的喜好去购入的 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但是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 就轻轻看好了 那 我无数遍的跟自己说 我的下一个视频不能再这么长 我不想再做二十分钟的视频了真的 我不想再做二十分钟的视频了真的 就快速的来介绍一遍 然后具体如果你们想知道 这些品牌或者这些单品的更多的 一些介绍一些品牌背后的故事呢 我尽量去在以后 每一个都单独的重新聊 很惨好像给自己挖了很大的坑 因为反正就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嗯 手上佩戴的开始好了 最多人问我的就是 我手上的这一个羽毛戒指 对搏胶 好 好 这个戒指是来自于 日本的一位手作匠人 他的品牌跟他自己同名 就叫做旧见太郎 那如果你没有了解过的话呢 其实我之前有去过 旧见太郎来深圳的一次pop up 然后你没有看过的话 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 这个戒指是我当时在那一个 pop up的现场买的 然后所以就很幸运的也得到 他本人的亲笔签名 然后这个戒指就是 就是 呃 你看得到 银黑色的部分就是银制的 9251 然后闪电的部分就是 18K的黄金 就是这样的一个 搭配组合 然后 这个羽毛是 旧见太郎自己品牌呢 本身就会有的一个挂饰 然后他就把它弯成戒指的形状 再焊了一个金色闪电上去 就是这样一个 单品吧 那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因为 我就很喜欢这个闪电的造型 看起来很帅 然后 因为旧见太郎本身的风格 是我一直很喜欢的 就是他 在众多的 日本的银饰品牌中 他的风格还算是比较紧致的 不是像凯山鼻鼠 那种那么粗犷 那么印第安 他这个还蛮适合 当做一个饰品来佩戴 没有太过于 往工艺品的方向去发展 就是这样子 呃 关于日本的这种银饰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呃 带的黑黑的 好奇怪啊 就脏兮兮的感觉 其实这个就是 这一类饰品 应该有的风格 就是 你就放行的 让他大胆的去养化 去发黑 然后才能呈现出独一如二 属于你个人那种旧化的味道 就像圆牛牛仔裤养牛一样 一个道理 那这个戒指就说这么多 我们说下一个戒指 下一个戒指呢就是 呃我也很奇怪 我不知道它来 就是一直在家里面有的 然后 它是一个像钻的戒指 然后它的造型就是这样子 呃 这个风格我真的我也不知道 怎么描述它 我手里没有任何同类型单 因为这个也不是我自己买的 就是家里一直就有 上面三个应该就是 呃钻石 但是品质不是特别高的那种 然后 戒指本身的材质 可能是白金吧 我真的不了解 我也不知道这个戒指有多少年了 很神秘的一个单柄 有点RPG游戏里面那种符纹戒指的感觉 就它造型也是那种 看起来有点神秘感 然后 这戒指我平时非常少戴 因为太乍眼了 就是这么大一个又想赚 就我平时很难驾驭 尤其是冬天可能还好一点 因为你穿的衣服多吧 单品比较多 夏天就看起来 会显得我整个人很单薄 那 其实你选配是一个 要稍微注意一点的细节 就是你个人的形象品是看起来 能不能carry到这种 这种比较 扎眼的这种 有比较有重量感的这种饰品 那你需要在购买的时候 权衡一下 你自己平时看起来的 这种给人的感觉是 或者是壮实的 或者是瘦弱的 或者是 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要去圈衡一下 那我平时看起来就比较 单薄一点 所以我平时也比较少 带这种带钻的 带紧的 这种很重的饰品 都是一些轻薄的小银饰 就是做不搭配 就是这个戒指吧 那下一个就是 还是Tiffany 的这个戒指 很经典的这个Classic 的 T造型的一个戒指 那这个戒指是 我的定型信物 对 然后 我很喜欢这个设计 它是白金材质的 然后 设计感 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最经典的那种款式 然后 嗯 戴起来的 舒适度也不错 就是稍微宽了一点 可能我手比较瘦吧 偶尔就是 拿东西的时候 提重物如果 戴着它会有点割手 就是外其他都还好 然后Tiffany 本身呢 有提供一个客制的服务 但是我只是没有去客 其实我这戒指现在很少戴了 平时戴最多的还是这个羽毛戒 然后Tiffany 这个就比较少戴 因为刻花了 有点心疼 所以 就在偶尔 穿搭风格 合适的情况下 稍微拿出来佩戴一下 平时我就收纳起来了 然后 这就是这一个 手上戴的这些东西 然后 还有一个手镯 来自于 Undercover的 这个 估计也 比较常见 比较多人都见过了 这一个就是 高乔顿最出名的 他那个 手臂 就是两侧的位置 他那个 图腾的纹身 就是把它放在这个手镯上 然后 这也是一个银材质 但它是合金 它也不是纯银 还挺耐看 我觉得 这个也挺多年的 这应该有个四五年的 我戴了 我中间稍微 插过几次 用那个插银棒 就让它氧化的稍微更均匀一点 但是 可能跟出汗的位置有关吧 就是 再怎么去 去调整它 都是 中间和 手腕内侧 黑的最快 可能是汗线的位置吧 除此之外 就没什么 这个也是我日常佩戴比较多的一个款式 那这个款式呢 熟悉的朋友应该知道 除了这个纯银的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款就是中间 它这个熬下去的图腾的位置呢 是用金色来填充的 嗯 那个好像是 48K金 但是是镀进 看起来会更加有时尚感 会更加有配饰的感觉 有一种 首饰的感觉 就没有这个这么 粗光 那 就看你个人的 风格是怎样的 你 再去选 因为它这两个价格差的也不是特别夸张 就 我觉得作为一个视频入门来讲 这个是蛮好的一个选择 然后在这里就推荐给各位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找找看 这个应该还挺好买到的 那这就是这个 银手镯 那接下来就是 我脖子上戴的这一串嘛 超级多人问的 这个项链 我们要分开来讲 因为 这个也是属于玩这种日银 嗯 比较 需要知道的一点 就是你这里所有的组合呢 都是是你自由搭配的 不是说你买就是组合好 所有的领部件都是单独分开购买的 那我们先从这条链链条本身说起 这条链条是来自局地键的 他是另一个银式手工匠人 那之前如果有关注这个草油圈的话 你应该看得到就是名人佩戴最多的就是林俊杰 林俊杰就跟局地键关系蛮好的 然后所以价格会炒的稍微有点高 但是我是在这之前就买了 我应该是14年的时候就买了这个链条 那这个链条当时买的时候 是只有链条和那个银沟和轮 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挂嘴 所以就是一根简单的链条 那我看上它的原因就是 我喜欢局地键的那个糖草的风格 我觉得它的糖草刻得非常生动 然后很漂亮 很有那种风格的味道在里面 然后那个18K点进的小的银戳 也蛮对位的 整个看起来就很精致 然后同时带一点点日银那种 印第安风格的那种粗广 那种感觉就很对 当时 玩局地键的人还不多了 所以还挺好买到的 然后价格也不能搞 就很平常的一个价格 大概 两千多块就买到了 就是作为一个入门 最基础的一个配备就是银链 然后链条本身呢 是细脚链 就可以穿 非常多不同 类型的吊坠 那如果你买的是太矫 或者太晚的话 你只能穿那种比较大size的吊坠 小一点的你就不一定穿得过去 那这是链条的部分 过后我在16年的时候呢 就买了这两个S size的羽毛 这个是来自旧见太郎的S羽 它是仙金 仙金的意思就是 羽毛的下半部分 有一个黄金 上半部分是银制的 就是金银焊接的这样一个配置 那S羽呢 基本上只有是仙金和全金 或者全银 一般就是这三个 不管你买哪个品牌 基本上都是这三个 然后这个我当时买的是也蛮划算的 是过年的时候 代理店有一个活动 那就正好价格合适 然后是那种 抢牌的形式 我就抢到了一对 那就一直 戴了这么多年 它现在氧化的很漂亮 开始出器材了 我觉得 就蛮好的 然后这也成了我差不多个人标志吧 因为你看我平时去到哪 基本上都是戴着一个 因为我 像我比较喜欢那种 不太齐眼的配置 像有些人可能会喜欢买一个最大size的羽毛 但是这个你是不可能说你 洗澡睡觉任何时间都带着它 我这一串小的就可以 因为我平时 戴上去基本上 不会摘下来了 除非说我换别的风格 然后偶尔想换一下胃口的话 我就会摘下来再换 那平时的话 我没事我就一直戴着 因为它不会来试 就是小号的一个优势吧 那旁边还有一个银饼 这个也是我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那个 巨蛋太郎pop up的现场 那购买了 这个饼是当时中国pop up的限定款式 就只有在那一天在那个地点有卖 然后挺幸运的买到了一个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开跟你们描述 然后还有中间这几个隔珠 如果你在同一条链条上 可能是皮绳可能是银链 如果你穿好几样不同的吊坠的话 你最好需要用隔珠吧 它们每一个都分隔开 因为像我最开始还没有买隔珠 我就直接把这一对小号的羽毛穿上来呢 它们是互相会叠在一起 就是这个样子 那就遮住看不到了 然后远看的话 那个形态上也不是特别好看 后来我又购入了中间一个南瓜珠 然后我觉得有点dry 然后就两侧各加一个大一点的隔珠 就把它们这样子稍微搭配一下 那看起来就有那种视觉重型的感觉是对了 就是这样 整体的话 它现在形态也蛮好的 就是能站得住 插得开 然后同时 它们两个互相不会叠在一起 然后这是我现在会佩戴的一些主要的配饰 然后最近我还机缘巧合的收到了一个很炸的一个单品 也是来自局地键的 是一支银 然后这个我过去可能很多人不了解 但是也看到过 因为你懂得拉 我写明星大阔带的很厉害 然后就先不说那些 只说我自己这些配饰好了 就这支银 我觉得收到的它也是蛮机缘巧合的一件事情 因为像我一直都还蛮有一个欲望去入一支银 但是就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 我觉得这种东西很堪缘分 就是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你遇到了合适就是合适 不是说你有钱 然后你就去找 就买就买得到 二手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你要保证的话 然后你有想要全新 就真的得花一番功夫 那这个也是挺巧合的 就正好有人出我就遇到了 然后价格也挺合适的 然后尺寸我拿到什么 我拿到手之后发现 挺适合我个人的这种身形的感觉 不会说太大或者太小 因为像我这种比较单薄 比较瘦弱的人来说 我也带不了更大尺寸的银了吧 可能会驾驭不了 对然后银的话 我是用一条黑色的鹿皮绳 再穿几颗黑色和蓝色的琉璃珠 因为大多数带这种银式的人 你们见的最多的搭配 可能都是银珠配红色琉璃珠 我就觉得我不是很喜欢 那我个人的配色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能驾驭我大部分风格的衣服 同时不会抢了我过多的这种注意力吧 就可以这样说 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搭配 也是我最进入的 我蛮喜欢的一个单品 那除了这个大的银之外 其实跟最早的那一条银链 我一起入到还有一支 具体键12号的小银 这是一支全黄金深 然后白金头的组合 那这个 因为太小了 我平时很少戴就是 穿着好看然后就放下来 那 可能这个机会也给你们看一看 这个是12号 应该是绝对见最小尺寸的银 然后其他小归小啦 然后那些纹路虽然它小 但是刻的还都挺神动 挺鼻枕 有那个气势在 还有一些挂式 就不是经营式的部分 像这个我之前也介绍 这是原色皮嘛 然后这个是我当时的那个样板 然后给我已经带了 颜色变深了 真正如果它是没有使用过的全新的话呢 应该是一种白白嫩嫩的 这种 颜色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 就我还蛮喜欢这种 挂式 因为它可以挂钥匙 挂眼镜 或者挂一些其他有的美的 或者什么都不挂也很好看 那我这边还用了一个 银珠来当做它的调节珠 就看起来更有视频感 那同时它这个挂环呢 是那种快速调节的那种挂环 然后在功能性上也有一定的保证 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虽然我知道也有蛮多品牌 做这种类型的单品的 但是 调节珠啊 或者是挂式 这个钥匙圈的这种 小的配备可能都不是很合我意 然后就我自己来组合一个 我自己 让我自己的心意去搭配 然后我觉得就是最适合自己的 就如果正好也 适合你们的生活方式 那就太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 拖盘 那这个拖盘 其实我觉得拿来放饰品 是再合适不过的 因为它 有一定的装饰感之外呢 还挺耐用 就是皮质嘛 基本上也不需要刻意的去打理 如果皮质够好的话 然后这个 原色皮的 我这边应该是 好像这一皮已经没有了 新的一皮就是用黑色的皮革 但是最终的成果 现在还没有拿到手 我也不太清楚效果是怎么样的 就是这样子 平时我就是放在床头柜上 我的首饰基本上 都是放在这个头盘里面 然后最新也入了一个新的头盘 就是 来自日本的一个品牌叫Delton 然后它材质是助旅的 我觉得也挺酷的 然后它上面有一个 凹进去的一个纹路 就是写着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就是这样的一个语句 然后中间的图形 就是一个正在收割麦子的农民 应该是麦子吧 就是西方人的餐前祷告词 然后 这个拿来放首饰也挺好看的 然后也挺耐用 因为它助旅嘛 也不用怕它会氧化 然后也不贵几十块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入一个 就是两种不同风格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这个PIN 小徽章 这个我当时头脑一热做了一个小东西 但是过后我觉得它挺有意思的 然后数量不多 只做了几十个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平时 我是拿来配在背包或者是胯包上面 都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一个小物品吧 那 我的idea就是一个 old school tattoo 的那种风格 它是一个 黑豹的头 然后我多加了一对眼睛给它 就是有四个眼睛 让它把logo像是吃烤串一样塞进嘴里 就是这样的一个idea 然后 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那最后就是手表部分 你们看我带的比较多的可能是那种 运动型 潜水型的那种运动钢标 或者是胶标 那这个太常见了 我觉得没这么好说的 那正好最近我有收到一个来自 Danny Wellington 的礼物 就是这个标 这个手表是他们最新出的一个系列 是Iconic 的系列 然后是那种比较复古 但是同时带一点时尚感的这种小尖表 它有黑面和白面两种款式 然后尺寸的话呢 二十几到三十几毫米的一个直径 不是特别大 那我觉得就挺好挺合我意的 因为我一直想要寻找一种这种 有点复古 有点那种老的 digest的那种感觉的 腕表 但是那种的话 如果你真的去拿一个digest来日常带 太有点太过于老气了 你知道那种都是武术链 或者是元首型的标带 那这种我看 我觉得乍一看 风格是差不多 那同时它是这种三板带 然后中间是泡光 然后两侧是拉丝的这种 我就觉得还比起真正的那种 普通表来说 它的时尚感会增加很多 然后它是没有秒针的 就看起来更简单 更有饰品的感觉 那这个表价格本身也不贵 就以前来快 还挺适合情侣或者是学生党的 那他们有分享给我一个游会码 就是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他们逛我的门店 使用我的名字 那就八五折 就是真正的把我名字的大折 就是一个福利再送给你们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搭配不同风格的饰品呢 你也可以考虑 像我之前说的那种 不同风格的眼镜的款式 就是 就是 在风格上会更搭配一点 大概就是这个效果 那 这就是这一视频所有内容啦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希望你给我投币点赞转发 然后 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 就点一下订阅 希望这一视频不会太长吧 那我在动态里做一个抽奖 就抽一个人送这个托盘吧 但是颜色还不一定 因为新的那一批 我还没有拿到手 然后到时候才知道 我能有哪一些可以送给你 抽一个人送这个 然后抽两个人送了这个 小的黑豹的 logo pin 好了 希望你喜欢 也不是这么特别大的礼物 然后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们对那个 Daniel Wellington的表感兴趣的话 你们就去看一看 然后 我也没有钱收 反正就是 你喜欢的话 就能帮到你 那就最好了 这就是这一视频所有内容啦 那我是Rock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我们下期间 再见